立秋已过,渐渐步入凉爽的秋季,此时,一定要助于保护肝脏健康,因为,中医讲,肝属木,醉味精,饮精和木,精硬即为秋天。 所以,立秋后,要注意精造伤肝,做好肝脏的保护工作。 肝有四怕,要注意,一怕,酒精,损肝脏,晚上喝种酒,只要有酒精的酒,都会对肝脏,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。 二怕,熬夜,好肝血,熬夜就是熬肝血,物则是归于肝,睡觉可让肝脏自我恢复,熬夜则消耗肝血,损好肝脏健康。 三怕,生气,肝火旺,气大伤肝,经常发脾气,爱生气,会让肝脂烫腻,肝火旺盛,打破身体阴阳平衡状态,危害肝脏健康。 四怕,霉菌,易癌变,80%的肝癌病例,是由于受到黄区霉毒素的影响,发霉的食物,容易受到黄区霉毒素的侵害,日常要注意霉变食物,秋后养肝, 谨记三步走,坚持做,还你一个好嘎,更健康。 第一步,防肝火力修后,还处于三幅之中,要紧防修老虎,此时,烧家步不注意,就会导致肝火旺。 所以,要注意防肝火,肝火旺的表现。 一,肝火旺,会引起妇女月经紊乱,经血量减少,经期延迟或者必经等。 二,脾气暴躁,容易心烦意乱,发怒,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。 三,头痛自汗。 肝热自汗,鉴于政治会不怕病章,宁肝热所致。 四,木痴,眼部分泌物多,肝煮木,肝火旺,通常会表现在眼睛中。 五,大便肝结,小便短视,大便时易便险。 六,肝火旺,易斩豆,难入眠。 一,喝清火茶,用一些停热沥湿,输干蟹等中草药,泡水带茶饮,可以快速给干燥降降火。 材料,金银花,桂花,开局,蒲公英,做法。 一,挖去野生蒲公英的根筋,清洗干净,炒制成茶,备用。 二,开局洗干净,烘干成茶,备用。 三,金银花洗干净,烘干成茶,备用。 四,准备小茶包,取蒲公英3.3克,开局0.3克,金银花0.3克,桂花0.1克,做成金桂菊茶包。 每天取一包,热水冲泡大茶饮,可反复冲泡2-3次。 金银花,吃热暂血,清洁血毒,对于火气大,引起的口嘎,口苦,口臭灯又改善作用。 经常和菊花搭配使用。 开局,能清干火,又能散风热,清热解毒。 不仅仅改善干果大引起的口臭,对干火旺,用眼过度导致的眼睛干色也有很好的效果。 临床上肠与蒲公英配合使用。 蒲公英,善清干热,即可清干又可舒干。 斑干中玉热所见的,红肿豆豆,口苦口干口臭,咽喉疼痛,小便短炙等,均可加用蒲公英。 桂花,性质温和,味道清香,不仅起到中和寒形之效,还可以改善口气。 四只它配在一起,可以快速降干火,还可以促进干脏排毒。 二只降火粥,材料,枸杞子十粒左右,菊花四克,糯米一百五十克。 做法,将枸杞子,菊花切碎,与糯泥一同加水,三十分钟后,再用文国煮制成粥,即可。 本草正义中记载,白花街煮雪凉书屑,独菊花则涉纳下降,能凭干火,枸杞有滋养干肾,明目之效。 二只搭配煮粥,可以清热,去干火。 三,按去火穴,太冲穴,经常按摩,可是干净的水是风气,由此向上冲行,可以起到去干火的作用。 位置,位于足备侧,第一,二只骨结合不知前后线处,按摩前先用温水泡搅拾到十五分钟,用左手拇指指负按揉右太冲十三分钟,然后,换右手拇指按揉左,太冲十三分钟,反复二到三次,按揉力度亦产生酸,症,痛感被移,最好每天早,中,晚个进行一次。 第二步,不干血干藏血,痒干,又要自干液,痒干穴,保持干穴充足,干瘦才能正常发挥其生理功能,干穴不足的表现。 一,脸色变得无血色,暗沉,脸部得不到滋咬,二指甲蛋半,高出不平,三,失眠多梦,口渴,白热。 四,浑身无力,缺乏精气神,五,蛇质大红,蛇开白,六,视力下降,模糊,一,睡眠,养干穴,不干穴,最重要的就是要睡好觉,保证睡眠,不要熬夜,尤其是,睡好子午觉,晚上十一点前,要进入睡眠状态,人卧睡归于肝,此时,睡觉,又助于肝脏自我恢复, 有利于养肝血,中午休息,最好小气,二十五到三十分钟,不仅有助于补充睡眠,还有助于养肝血,二半后静坐,补肝血,吃饭后,最好保持静坐,有助于养肝,当身体,有躺下到站立,流入肝脏的血流量,要减少百分之三十, 如果,在行走,运动,血液就又会有一部分流向手足,此时,流入肝脏的血流量,就要减少百分之五十以上, 如果,肝脏处在供血量不足的情况之中,它正常的新陈代谢活动,就会受到影响,从而导致对肝脏的不同程度的损害, 当人们在吃完饭后,体内的血液,集中到消化道内,参与食物消化的活动,所以,饭后,为了保证肝脏供血量,最好静坐,闭目养神,十分钟至三十分钟,尽可能使血液多流向肝脏,供给肝细胞养和营养成分 三,吃鸡肝粥,补肝血,鸡肝胃肝而温,补血养肝,为食博养肝之佳品,较其他动物肝脏补肝的作用更强,且可温味,具体用法是,取新鲜鸡肝三只,大米一百克,同竹,胃中腐蚀,可至中老年人肝脏不足,饮食不佳,眼睛肝色或流泪 第三步,强肝脏要想增强肝脏功能,就要给肝脏减减压,尽量少做伤肝事情,来保护肝脏,强化肝脏健康 一,少油腻,多清测,进入秋季,很多人就开始补秋标,硬肉补标 虽然,秋季,是进补的时节,但是,一定不能盲目进补,此时,保护感,要减少油腻食物 尽量多吃点青色食物,如果,长期吃肉,吃得太油腻,肝脏必然承受不了,容易导致脂肪感 青色食物,有助于养肝,因为青色乳肝,青色食物,有利于肝气的循环和代谢,促进肝脏排毒,还能够消除疲劳,舒缓干预 所以,平时饮食,一定要注意,多清少肉,减少油腻,二少生气,多微笑,进入秋季 很多人会有悲愁的情绪,影响心情的同时,更不利于肝脏健康 发怒,生气,会使肝气郁结,会影响气的通畅,甚至产生气质血郁,危害肝脏健康 肝气豁达,多微笑,有助于输肝气,保护肝脏健康 所以,秋季,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,少生气,少发怒,尽量多微笑,保持一份好心情,利于肝脏健康 三,烧烟酒,多饮茶,除了酒精会损害肝脏健康以外 七,同样对肝脏有严重的损害,会加剧肝硬化的进行,不利于肝脏恢复 所以,历秋后,天气肝脏,此时,要烧西烟喝酒,保护肝脏的同时 也有助于保护肺部,秋季肝脏,此时,可以多饮茶,以茶代烟酒 不仅忧虑肝脏健康,还可以给身体补充分水,对抗秋葬,帮助身体排除,又助于秋冬健康 四,推肝精,强肝脏,想要一颗好肝,每天推一推,肝精通,更健康 中医讲,肝乳书屑,肝气一通,百脉结通,痛肝精,重在一个推字 推脚,先左脚后右脚,从脚背处,沿着脚缝,向脚趾的方向推,用点力气 让它有酸痛的感觉,眉指脚个五十遍 推腿,左下,先把左腿弯曲,膝盖放平,让双手掌交叠 按在左大腿根部那侧,稍用力向前推到膝盖,先左后右,个五十遍 推肝,让双手握拳,屈肘,肘关节用点力把泪不加紧 然后做手臂伸直挖曲的动作,使它并反复的在内部充分摩擦,直至发热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